立委集體貪毒案件 台北地院在6號這一天 審結宣判了 12名的起訴被告 除了立委助理 于學陽無罪之外 另外11個人都是被判決有罪的 我們來看到這5名的立委部分 蘇正清他被認定主動所會 2580萬元金額最多 因此重判10年 廖國棟的部分被判了8年6個月 陳超明7年8個月 前立委徐永明則被判刑7年4個月 各尺度公權3到5年不等的時間 好 趙正宇的部分呢 雖然他不涉貪 但是因為逃漏稅被判刑6個月 可以一科罰金 涉及行賄的李恒隆 還有擔任白手套的郭克明 因為坦誠犯罪 而且證詞讓涉貪立委定罪 各獲得緩刑5年 但是要必須支付 國庫1000萬 還有600萬元 我們這一回進步來關心的 整起所會案件 就要來聚焦的是 靠著太陽花運動 在政壇竄起的前時代力量 黨主席徐永明 他曾經呢得到了公民監督 國會聯盟評鑑 他是優秀立委 沒有想到最後 卻捲入了貪污案 台北地方法院認定 他犯刑明確 而且犯後狡辯 將他眾判7年4個月 徒勤赤奪公權3年 好未來一旦判刑定驗的話 他將會終身無法參選 還有擔任公職 其他新聞焦點來關心的是 位於基隆外木山的台電協和電廠 將會改成天然氣發電 打算要填海造路 來改第四天然氣接收站 就是所謂的四階 但是因為高達7萬多株的珊瑚 很可能會遭到活埋 被指是大潭藻礁爭議的三階翻版 環評出審已經三度卡關了 好 台電對此提出了四階東移的方案 填海造路的面積 也將會再減3.8公頃 在今天就會四度扣關環評 來做出審 另外呢 旺報的頭版頭消息 美國盛船近日將會取消部分 對華加徵關稅 好 但是有消息指出了 拜登暫時只打算 考慮取消其中的100億美元 並且對中國的產業補貼 啟動新一輪的調查 美國國內維持關稅的呼聲高漲 貿易代表署呢 近來收到大量相關的請求 尤其是來自於幫助拜登 贏得大選的各大公會 好 我們來看到 投行瑞銀集團分析了 美國對於中國採取的關稅方案 還需要數個月才會比較明朗 中美之間的貿易戰 未必會轉向 來 我們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